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中不少也是无辜的人 可在那个年代 为了利益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要么你就做个平凡人 要么就利用平凡人 杜月生发达后 也没有忘记那些穷苦人 在上海他是知名的大善人 每年将公司的30%利润 全部用来购买物资 送给那些穷苦的百姓 杜月生晚年是在香港度过的 由于再也不是黑王老大 他没了资金来源 对他这种地位的人来说 体面的生活过惯了 普通人节俭的生活 他是无法适应的 为了继续保持自己的生活质量 起初的时候 他卖了很多房产 但想省钱就得开源节流 杜月生钱财唯一的来源 就是卖固定资产 房子土地卖光了后 虽然得了一大笔钱 可这点钱对他来说 也就够花个一两年 后来没钱的时候 杜月生就去借钱 杜月生曾是老大 他不可能低声下气 去求人借钱给他 大多都是他隐晦的暗示 刚开始的时候 有很多人也愿意借钱 给他 可久了以后 杜月生却不好意思去借 因为借给他钱的人 其实也不算富有 杜月生于心不忍 当然他也受到很多人拒绝 这是人之常情 不过有两次借钱 让他印象太深刻了 展开全文 有一次大年三十块到了 杜月生需要一笔钱购买年货过年 可那会他已经花光钱了 于是他就准备向银行借 用他住的房子借三十万 可银行 因为他当过黑帮老大 而拒绝了他 这让杜月生十分无助 此时有一个主动找了他 他叫钱新之 他其实和杜月生并不熟 只是听过杜月生的名声 钱新之佩服杜月生的经历 他找到了杜月生 直接给了三十万 钱之心说 不要抵押 你的信誉就是最好的抵押 可想此时的杜月生有多感动了 锦上添花都是拍马屁 而雪中送炭的人最能温暖内心 杜月生从那时候起 就十分尊重钱新之 两人成为了感情最深的挚友 而另外一个也让杜月生十分敬佩 他叫刘航琛 杜月生在上海滩的时候 帮过他两次大忙 但两人却从来没有见过面 只是通过书信联系 杜月生有一次急需用钱 找不到合适的人家 他就想到了刘航琛 那会刘航琛在四川 可是有名的实业家 非常富有 杜月生找到了刘航琛 说了借钱的事情 刘航琛连问杜月生要钱 干什么都没问 就直接说 一百五十万以下 杜先生自己填支票即可 一百五十万以上 告诉我一声就行 杜月生很是感动 他说 这是他凭生借钱最痛快的事 从杜月生的故事中 我们也应该要明白 有的富人也并非我们想的那样不堪 一个人能够通过努力获得金钱和地位 他就比一般人厉害 而很多富人在情商和智商也比一般人高 即使这些有钱人落寞 也并非我们想的那样人走查量 毕竟 这史上有情有义的人还是有的 而且还不少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